為何我選擇這間店? 因為對面重建 重建和這間店有什麼好處呢? 那你就要先了解一下 十大事件局和私人發展商收購不同之處 第十事件局收購租客有得賠 私人發展商就沒有 事件局會賠租賠三倍的應貨差�養租席 家營商特惠津貼是按連續經營的年期 額外賠最少11至最多70萬 如果私人發展商就按租約辦事 租約完結就不能賠你搬走了 第九 事件局收購不成有上方保劍 私人發展商就只能申請強迫 事件局的上方保劍 就可以根據收回土地條例來逼令收購 它要收你的間店 就收贏你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但私人發展商要收購業權的八成 才可以向土地審財處申請強制拍馬 也未必單單批 第八 事件局的收購價比較滑一 通常不會見到太大的驚喜 但私人發展商收購則可能會出現添價 由於事件局有上方保劍 收購價比較滑一 找兩位的專業測量師估值 以較高者為盡 但私人發展商就不同了 為了拔咖或加快重建進度 往往就可能會出天價去買這間店 商店升值過千倍都見不少 例如2017年太古收購灣仔 皇后大陸東 48、50、56部店 每間店舖只有幾百呎的面值 泰國分別就用作1.25億、1.54億 和1.41億去收購 每間店舖升值由1,000倍到2,400倍 如果不是因為收購 這間店舖的估值用3厘回報計算 最多只有3、4千萬左右 換言之 發展商給了3、4倍的價錢給業主離場 如果是事件局收購的話 一定不會去到這個價錢 最多每間值5、6千萬左右 就算業主不服 告上土地審財主也不會達到這個價錢 第七 事件局收購比較快 私人發展商就分中拖利以十年計 近年事件局一般話收就收 由公佈到收樓收購 一般兩三年內就有錢收 例如在土瓜華銀漢街地盤的時候 由事件局2016年6月份公佈收購 到2017年12月提出收購價 到2018年地鋪通通都簽了S&P 前前後後公佈到收錢 只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但私人發展商分分中就有排行 十年八年拖利也經常見 甚至連簽了這個晚賣合約都可以不成 例如最近深水埗大南加 1120、122和128號簽了S&P 最終取消了交易 還有6點 下集跟你說 為何我選土瓜華銀漢街這間店 就是因為對正事件局7個大型重建地盤 提供超過4000個住宅單位 合共245萬呎的總樓面面積 在觀塘原文坊之後 事件局逼來第二大重建地盤 對正對面的一個銀漢街的地盤 最近有個名牌發展商加利建設 用55.9億投得 提供43萬呎的新頭面面積 這間店的人流和消費力 日後肯定比今天更多 租店是看未來兩三年 賣店是看未來二三十年 為何我選這間店 這間店現在叫價2600萬 引出聯絡你同事們吧